法则求约明文释放者 不是好名 这一点一定要知道 它有个原因 只为普世一切 释放一切众生 往生极乐就见这佛 它是为这个 它是用佛号 作为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方法就是名号 名号就是修行方法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可以翻成中国字 为什么不翻 尊重不翻 不是不能翻 阿翻做无 弥陀翻做量 佛翻做知 或者翻做觉 那它的意思 无量智慧 无量救 好 每一尊佛 都是无量救 都是无量智慧 而且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你看这个名字都好 为什么它是信的 是信的的名号 信的是一切众生 是共同的 用众生 共同的 这个信德 来做修行的方法 妙极了 所以只要念阿弥陀佛 就把一切法全念尽了 不但是佛法 佛法这两个字 也可以概括一切法 实际上是一切法 就是坦经上所说的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这一句万法的总号 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是一切法的总名号 是信德里面的第一德 那称号里面的第一称号 像我们中国的汉字一样 中国汉字编排顺序 第一个就是一字 一就是道 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万法 这一代表道 阿弥陀佛就这一句的意思 把他摆在最前面 不是随便说的 他很有道理 让我们听到神欢喜喜 所以弥陀佛的心也吓得 职位 普世世佛一切众生 往生极乐世界 究竟成佛 你看看 多难得了 我们要看看 我们怎么人心来破坏 人心破坏的 是无知 是不懂佛法的人 真正懂得佛法的人 决定不能干这个事情 讲到 互相赞叹 好 我们 即日这一年当中 我们加强 互相赞叹 不要去 批评别人 别人批评我 接受 不必说话 回他的话 就是阿弥陀佛 心里头 要清楚 要明白 愚人 不要真 什么都好 真正的好 将来 往生 做出一个好榜样 那就是最好 圆满的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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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